現在應該算已經接近晚安了五點五十幾分 然後我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手上起飛跟降落 那我今天拿Mavic Air 這是電池 這是遙控器 因為我們在外面飛的時候狀況很多 那有些朋友 我今天有一個朋友叫做廖天丁的 他是GoGo的車友 他問我說嫌疑怕你推不推薦買那個停機瓶 其實我早期停機瓶我是有用過 其實他也蠻好用的 但是你出去還要帶那個東西 不是很方便 可是停機瓶是有他的用處 例如說有些地方地面上有草 或者有沙子 你空拍機下降的時候你會打到草 或者是下面是塵土 你下降的時候那塵土會飄起來 但是呢 這是他的好處 就是可以放在那邊平平 可是缺點就是你還要帶那個東西 還有就是有一種情況 是我們在降落的時候 那個環境是複雜的 例如說小朋友跑來跑去 那你停下去小朋友跑去抓 或者是你 甚至你是在移動的交通工具上 例如說在船上 或者是在 在卡車的後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會在卡車後面飛 但是你在降落的時候 如果你的東西在移動的狀態下 你是不可能停地上 你一定要手去抓 你一定要手去抓 我們就從起飛跟降落開始 其實也可以手上起飛 怎麼飛 其實DJI DJI 它的設計已經設計得很好 它可以在 它有個自動起飛的功能 你用自動起飛的功能就可以起飛 記得這個前面這個雲台保護蓋要拿掉 它比較簡單 Pro的話還有一個卡扣 接下來我們要開機 這邊已經 尾遙控器已經開了 操控器已經開了 那我們現在這個開機 它的開機在下面 還有就是有時候我們的 地面上會有地尺 所以有時候你把空拍機擺在地上 你會發現它一直出現指南針 指南針要你校正 或者指南針干擾 其實你拿在手上 這問題就不見了 好 現在連線 好 把螢幕錄影錄下來 好 我們現在起飛了 那你可以利用 那個DJI 它內建的起飛功能 好 你可以選擇精確起飛 假設我們現在讓它精確起飛 然後接下來 現在已經準備好了 它狀態是可以飛行的狀態 那 不過你要注意喔 我現在示範的是算進階 你們如果是新手的話 請務必 操作 很熟練之後再來練這個 我們現在準備起飛囉 我再推一點 就這樣 就飛上去了 是不是很簡單 就這樣就飛上去了 我沒有做什麼動作吧 我就讓它自動起飛 那降落呢 我們現在下來 好 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我剛剛太衝觸啊 我的腳還沒放下來 有沒有 像如果的時候我習慣 我習慣是用右手抓 用右手抓 所以你要在 記得你要在它的 你要在它的側面 不要在它前後 因為前後有避障 然後呢 你只要這樣子 好 你看喔 你動作太慢的時候 它會伸上去對不對 然後掰桿向下 就降落了 好再一次 因為我剛剛 腳沒忘了打開 像剛剛那種情況 如果你一般飛 你是不是 糟糕 腳沒開怎麼降落 你腳降落 是不是就會打到 對 我們再一次 好起飛 好起飛 就選 選它內建這個功能 起飛 好我們這一次 不要精確起飛 就直接飛了 然後你就這樣拿著 遙控器這樣拿著 然後 看好 看好 但是 記得喔 記得 手要拉伸出去 不要靠得太近 然後放的時候 果斷一點 不要拉住它 好 那降落呢 大概讓它的高度 跟你的手差不多 手 手就很果斷的 你不要前面後面 就中間的位置這樣 抓住 就這樣子 起飛降落很簡單 那我們再起飛一次 我們來飛一下 一瞬正放掉就好了 好飛一下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瞬正馬 一瞬正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起飞降落 但是胆大心细啦 那抓的时候要果决 就是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就ok了 好 飞了50% 那我习惯其实我飞50% 我就 我就换电池 我不会飞到30 20 对 刚刚飞到那边嘛 那我们再飞到那边回来就 下去 算了 我不想飞了 我不想飞 时间已经六点多了 不飞了 就这样 那我目的是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起飞跟降落 其实不难 不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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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